我们提供了一套默认的样式 这套样式呢 如果在没有设计的情况下 大部分情况下 你还是会觉得比较好看 但是呢 如果你的项目是有设计的 或者是说在风格上面 跟Bootstrip有明显的不同的话 这个时候是不是就说 我没有办法使用Bootstrip呢 事实上并不是的 你仍然可以使用Bootstrip 但是可以对风格进行定制 那Bootstrip的定制 也就是我对它的部分风格 进行一些修改 以便让它符合我的设计风格 然后在项目中继续使用 具体的定制方法呢 包括三种 第一种呢 是使用CSS同名类进行覆盖 也就是这个 是大家最容易想到的方法 就是你提供了一些类嘛 那你的类都有默认的样式 那我就把这个样式重写一下 不就好了 这是第一种方法 第二种方法呢 是通过修改原码 重新构建 这个呢 因为Bootstrip它是用预处理器写的 Bootstrip3呢 主要是用Less Bootstrip4主要是用SaaS 那么你可以去直接修改Less 或者SaaS的原文件 然后重新编译 这样的话就会产生一个 自己的Bootstrip版本 第三种方法呢 是直接引用预处理器原文件 也就是你把Bootstrip当作一个Mixin的方式来使用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定制参数 你也可以去修改里面的变量等等 因为这个都是在你自己的控制范围内 那这是Bootstrip定制的三种方法 我们一一进行演示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我们之前的那个例子 那这个例子呢 Bootstrip默认的风格 我们关注几个点 第一个点是蓝色 大家看到这个主题都是蓝色的 那这个按钮是蓝色 这个地方Focus的时候也是蓝色 这是蓝色 是它的主题色 第二个呢是圆角 不管是输入框还是这个按钮都有圆角 好我们关注这两个样式 我们现在呢 假设想把这两个东西改掉 那我们就来观察一下 蓝色和圆角出现在什么地方 首先呢 我们看一下调试工具 看这个按钮 这个按钮呢 它有一个btn-primary primary里面有背景色和边框颜色 那我们需要把这个改掉 然后接下来再去找它的圆角在哪里 在这个地方 也就是点btn这个class中 好那我们先把这两个东西改卸掉 首先我们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点btn 然后board radius 设为0 去掉了圆角 然后呢 btn-primary 我们把背景色和边框色都改成了绿色 好 我们来刷新一下 可以看到 这个按钮已经变成了绿色 并且呢 圆角已经没有了 这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重写了 我们的样式 大家可以看到 重写的样式在这里 btn-primary btn 这两个的生效了 但是呢 我们hover上去的时候 它还是蓝色 好 那我们需要把hover的部分再改掉 好 改掉之后呢 那你看到 现在它已经变成红色了 但这个红配率呢 稠是稠了点 但是可以说明问题就好 接下来呢 就是这个输入框 输入框同样的 我们去看 首先我们找一下它的圆角在哪里 在这个地方 borderradius formcontrol 这个class 然后呢 我们需要找它focus的时候 它的这个样式是什么 我们把这个呢 通过调试工具设成focus 然后去看它的样式 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focusshadow 对吧 那我们可以把它重写一下 在这个地方复制出来 好 我们先把formcontrol的borderradius 设为0 然后呢 focus的时候 我们把focusshadow 重设掉 这里呢 我们设一个绿色 好 这样是一个深绿色 那我们 重置掉这两个 然后再刷新一下 可以看到呢 这个输入框的圆角没有了 已经变成方角了 然后focus的时候呢 这个颜色也变成了绿色 这样的话就可以完成 我们对boostrip的一个定制 也就是第一种方法 使用css同名的类 进行覆盖 这种方法的好处在于什么呢 在于操作起来非常简单 大家只需要找到类 找到对应的样式 然后去覆盖就好了 但是它的坏处也很明显 首先是你 没有办法再去使用boostrip 写好的这种变量之间的关系 比如说我们看到 按钮是蓝色 hover的时候也是蓝色 那么输入框focus的时候 也是蓝色 但这个蓝色之间 它是直接通过计算 有关系的 而我们如果用css的类 去写的话 你只能写死 三个不同的颜色 这个呢 没有办法去使用它的一些计算关系 另外一个呢 是你需要非常全面的去覆盖class 否则会产生一些非常奇怪的bug 比如说我们刚刚看到 如果我们改了一个按钮的背景色 那你会发现它的边框颜色没有改 那如果你把背景色和边框一起改掉 你会发现它hover的时候的颜色 还是没有改 那这个时候你就需要不断的去看 还有没有遗漏掉的地方 这个呢 是一个工作量稍微有一点大 而且非常容易产生问题的一个方法 所以呢 css的同名类覆盖的方法呢 并不是特别推荐使用 但是呢 因为它用起来太简单了 所以如果你的场景很简单的话 那么用这种方法也没有太多的问题 第二种方法呢 就是修改原码 重新进行构建 那这种方法 首先就要求我们 有bootstrip的原码 并且知道它的大概的组织方式才可以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呢 bootstrip这个目录 是bootstrip构建之后的代码 它的原码在这个地方 bootstrip刚custom 那原码里面大家可以看到是非常多的 重点呢 我们需要关注这样一个sus目录 sus目录的入口呢 在这个地方 bootstrip.sus 那这个呢 就是bootstrip的代码入口 sus代码的入口 这里面包含非常非常多的模块 我们可以看一下 variables 对应的是这个文件 这个是bootstrip里面的一些变量 那这些变量呢 就会决定bootstrip的样式 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面呢 有非常非常多的颜色的定义 那有非常非常多的数值 比如说尺寸之类的 它的变量呢 都是在这里面定义的 那如果我们去修改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去修改这些变量 比如说这个地方 有一个主色 主色默认的呢 它是这样的 默认的是蓝色 我们这里呢 可以给它修改成红色 好 修改之后呢 我们可以重新构建一下 这里呢 首先进入chapter8 然后记得我们的sus 然后呢 这里是 bootstrip -custom-sus-bootstrip-sus 然后呢 我们可以输出到 bootstrip-custom-dist dist里面呢 就是输出的部分 然后我们指定到 css-bootstrip-css 我们试一下 可以看到 编译成功了 编译成功之后呢 我们把引用改掉 那这个重写的部分呢 我们就不要了 重写的部分不要了 然后把这个样式的引用 改成我们自己构建的 这样一个样式 然后我们刷新一下 大家看到 按钮颜色变成红色了 那这个输出框的颜色 也变成红色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按钮 它的背景色 边框颜色同时变了 然后还有这个输出框的 focus的颜色也变了 那我们做的事情 仅仅是改了一下主题色 大家发现 修改原码的方式呢 来定义bootstrip 是一个非常方便的方式 你只需要找到 bootstrip里面的逻辑关系 然后去修改一个地方 可能就会达到你想要的效果 但这个地方呢 我们其实同时是修改了圆角的 我们找一下radius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呢 是它原来的圆角 bootradius 它是有不同的值的 我们这里呢 把它全部修改成零了 所以你看到 所有的元素 全部变成方角了 我们不用一个一个元素 再去修改 那这就是bootstrip内部结构的 一个非常大的好处 就是它把这些东西 全部抽象成了变量 你只需要去改变量 就能改变整个bootstrip的结构 相比我们第一种 CSS同名类覆盖的方式呢 它的好处在于 只要你弄清楚 bootstrip的圆码的结构 然后去修改它的变量 或者是修改mixin 那么你就能把它定制的 非常彻底 而且不会留有死角 那么它的坏处呢 当然就在于 它的门槛没有第一种 那么低 你需要去了解 bootstrip的圆码的结构 才可以 好我们再来看第三种 第三种的方式呢 是我们使用 自己的SaaS文件 然后呢 将bootstrip引进来 作为一个 mixin的方式来使用 那我们这里有一个 非常非常简单的例子 就是把我们的bootstrip 引入进来 如果你前面 什么都不加的话 你就会发现 这个bootstrip呢 它其实构建出来 跟我们下载的bootstrip 是完全一样的 因为我们这里 就引入了它 没有做任何修改 既然引入了它 我们就可以修改它的变量 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 直接写 primary green 那同样的 我们再去做一个构建 这个custom 然后我们引用的话 也引用成我们的custom.css 就这个 那这个呢 是包含了我们的一些修改的 我们再刷新一下 你可以看到 主题色变成绿色了 那同样的 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其实是可以做更多的事情的 比如说你可以选择 把圆角都改掉 或者是把我们的主题色改掉 把我们的大小全部改掉 只要在这个地方去改 变量的值就好了 当然你也可以做更多的定制 比如说我根本不想要 bootstrip那么多功能 你看bootstrip有这么多功能 对吧 那比如说关于form我不想要了 或者是关于什么下拉框 我都不想要了 没有问题 你只需要引入对应的模块就好了 这个地方 你就可以把bootstrip 这个地方当成一个一个mix in 你需要哪一个 去在这个地方引入哪一个 并且可以对他们做一些 变量的重定义之类的方式 去做定制 这种方式呢 就完全是把bootstrip 不是当做一个css框架来用 而是跟我们之前讲的 预处理器的框架的 使用方式一样的 把bootstrip当做一个一个模块 引进来 需要的模块就引 那同时引进之后 你还可以对它做一些定制化 这个其实对bootstrip 圆满的了解要求会更高一些 但这个是一个更干净的方式 好 那这里呢 我们就讲了bootstrip定制的三种方法 第一种呢 是使用css的同名类进行覆盖 这种方式呢 门槛低 见效快 但是容易遗留 容易有死角 有bug 第二种方式呢 是修改bootstrip的原码 重新构建 这种方式的好处在于 它一旦修改之后 非常彻底 不会留有死角 但是坏处在于 你需要去了解bootstrip 内部的结构 第三种方式呢 是把bootstrip当做一个 预处理器的框架来使用 你需要什么模块 就引入什么模块 同时可以对这些模块进行定制 这个就会使用起来更灵活一些 而且你只需要使用 你需要用到的部分的代码就可以了 不需要引入整个bootstrip 是一种非常推荐 非常干净的方式 但这种方式的坏处在于 它对bootstrip的结构要求是更高的 你需要知道bootstrip 每一个模块是做什么的 你才可能精准的去选择 我要使用哪一些模块